好,感谢天恩师德 感谢我们蓝典传师 我们都为典传师的慈悲 我们都为典前的大德 给霍学这样一个殊胜的机会 来到我们慈基佛堂来学习 那么今天呢 蓝典传师为霍学所安排的课题是 一贯法门的修持 那么今天我们一贯道 由我们不同于一般教门的修持的过程 基本上的大宗旨是不同的 然后怎么样下手修行 看教门里面的以戒为师啦 以法为师啦 或者说是以佛为师啦 以仁为师 以师为师 都搭不相同 以前在 因为我们那个道呢 我们讲我们的道统 遥顿宇昌和武多宫同时 这样一路下来的 然后在同样另外一个道统 从释迦宏一国传28代 传道统达摩祖师 然后达摩祖师到中国一周 把他所传的道统和中国的道统 融合一口变成中国独特的一个禅宗 而这个禅宗叫做祖师禅 就是由祖师传承的禅宗 这个祖师禅的禅宗呢 传了六代传到六府会人 从六府会人以后兵分两路 一路出家一路在家 出家的这一败呢 三传独手 很重视修持的功夫 在家的这一败呢 负责辅助周园 就是我们今天一败道就是程序这种 在家这一败的花园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道统的反应 好 那么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讲到修行有分中门和教门 有分这个中门和教门 教门 我们说宗教宗教啊 宗是根本 教是职业 没有根本就没有职业 所以宗 因为听说教宗 有有有有教宗 教宗保禄二十 宗教 宗是根本 教是职业 那么教门传的和中门传的不同 在唐朝的时候 一讲到中门和教门 分得很轻 看你是修中门的还是修教门的 今天我们一败道修的又是中门的 为什么呢 教门传什么 所谓教门千万法门 教门传千千万点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可以修行 所以叫教门千万法 中门传什么呢 中门一只眼 中门光传一只眼睛 这只眼睛就是正法眼长 就是我们名声之间 中门就传这个 所以一败道的修主法门 就从这只眼睛开始 好像有点回音啊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后面还听得到吗 听不到的举手 还是刚刚那种比较好的 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举手 听不到的举手 才听得到的举手 还是听不到 好 听到了吧 不是有点回音啊 所以说中门传一只眼 我们传道就传这只眼 开你的天眼 法眼 慧眼 伙眼 伙眼 明师之念就是开启你这只眼 那叫中门一只眼 那里从前呢 有一位高宫庙禅师 这位禅师呢 有弟子问他说 下沙下何事 说你披上驾沙 以后要做些什么事啊 出家人披上驾沙以后要做些什么事 念经啊 念佛啊 讲经说法啊 堪堪打坐啊 这个都是出家人要做的事 但是他怎么回答呢 得到高中不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啊 顶门开心眼 不必口难难 在顶门打开一只眼睛 这只眼睛就可以晃晃中心 正法眼上 不必口闪难 不用用嘴巴呢 难难的去念经啊 念佛啊 念咒啊 不用这种 只要把这只眼睛开开就好 得到高中是这样回答的 所以说呢 当时有一位大诗人叫做白居易 有没有用作过 白居易一辈子写了很多的诗 后来他修行修禅宗悟道 悟道以后呢 他写的悟道诗 简简单单十个诗 他说啊 胡老唐修道 只是此玄关 不需要很辛苦的向唐出去修道 只是此玄关 只要在玄关上面安身立命就好 你看 所以玄关不是我们现在传的 传的本来是玄妙关啊 自古以来就是传的 玄关就是佛洱法 只有当你的心收回玄关的时候 是处于不思善不思论 所以人的心呢 所以孟子讲说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要把那种创意的心收回来 做回哪里呢 万华归一 一归全关 所以神光说话 达摩问他 你说什么话 他说万华归一 达摩主主问他 一归何处 他拿不出来 后来经过达摩之变以后 才知道一归全关 你的心收回全关的时候 就是进入佛洱法 只有你的心在玄关的时候 才是不思善不思恶 你的心离开玄关 就开始思善思恶 到入分别心 分别心就是魔 这不是我说的 灵济产之处 有人问他什么是魔 他说分别心就是魔 我们人起心动念 就是祸无疾凶 得失 成败得失 哪一丑好坏 善恶是非 分别心 这叫恶劲 无恶法 不思善不思恶 怎么做到呢 都未全关 传道有你传你 万华归 回到这里 就是安生命令 所以所有的婴儿 心都是处于无恶的 慢慢成长以后 就慢慢 无疾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成八华 先天交走一遍 所以你看老子就讲了 《道德经》里面老子讲过什么 他说要复归于英文 有道之事要复归于英文 要回到英文 孔子也讲了 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一个圣人不会失去他的赤子之心 像个小孩子一样 刚生出来的小孩子都要赤子 身体还红红的 赤子的心在哪里 我们说复归于婴儿 婴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赤子的心在哪里 我们在座有很多昏道 前道也许不晓 昏道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的小孩子婴儿 刚生出来婴儿 他一定是内似的 斗鸡眼 有没有 一定是斗鸡眼 眼睛看中间 有没有这个英经验 有没有这个英经验 当妈妈就知道了 前道有没有注意到过 当爸爸 卫生不会痒 婚道也会注意到 所有的婴儿都不斗鸡眼 这个是修行 这叫内似 因为他看不回来 看不回来 我们以为婴儿斗鸡眼 那是不正常的 事实上呢 这是属于道家的最高层的修行 叫做内似常生 因而花很多的时间在守卷 只是你不晓得 内似 所以他能够保护他先天的本性 所以为什么究竟要回到英文 我们传道就是让你回到英文 明师指点 整个传道仪式展开一口 而且是密传的 注意啊 各密传也是自主原的密传的 六祖慧能 吴祖宏能大师 传给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说 佛婆为传本 师师密附本心 祖师和祖师之间 都是密附本心啊 六祖慧能再往下传 他在六祖禅经里面也讲 他说我所传的东心 从上以来末传本 你要分开六祖禅经就可以看得到 从上面历在祖师以来 都是末传 都是密传的 没有密传 为什么要密传 怕你行对待行 你事先知道 事先研究 就会去分析 判断 批评 有层见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进入佛堂 传道仪式展开以后 你身心同仪 自然 非礼物事 非礼物众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客气 客气复礼 你的三观心 会变成专心 专心 变成一心 为什么 零心静气 也看活着一心不乱 没有杂念 因为你不晓得下一步是什么 所以被逼入一个 被强迫修行 被逼入一个一心不乱的境界 零心执行 把你这个 零四活动的境界给扫掉 无心无念 无心无念 完全回归法 正法延长 涅寒妙心 所以 传道仪式的精妙有在这里 不管你有什么念头来求道 在后节点到节那么久 有一条明朗来求道 嘴巴还在嚼 可是满脸不屑也不近 可是只要跪在那里 零心静气眼看活着 我要剪下去看很多那种脸 所有的脸都变成像小孩子一样 都变成这样子 他那种自我的表情 通通不见 在座有点端 吃下去可以注意看看 那个你要剪下去 会发现那个脸都很老实 没有人要剪下去 还吃压力而已 对不对 等到传道仪式开始以后 他所有的杂念都会被少掉 等到要剪的时候 跟婴儿一样 非常地惆怅 非常地清楚 一辈子最清纯的时候就是郑州 还有就是刚站成的时候 回归于世 后学举例来说 像后学当初啊 求到了音乐 民活69年的时候 后学在郑州是活教 后学十几岁就在活教 除了很多的经典 所以我活教的这些华会啊 很多都参加 一个非常先诚的活教 六十九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后学已经不吃醋了 虽然还没有求到就是 然后呢去参加 高雄元亨市的福大戒 再加福大戒 那个时候还记得 教授和这里 就是现在的境险 然后戒和尚 得戒和尚 要闲顺长老 已经追封了 后学受戒以后呢 那他们受户大戒 就觉得要服务众人 就有些用 崇高的志向 后来回到台北来 发现有一些同修啊 国教的同修啊 被人家骗去修一贯道 那个十几年前 一贯道那是阿伦高啊 那是邪教啊 那么我们正庆的国教徒 被骗去修一贯道 后学去劝他回来啊 劝了半天劝不动啊 我说一贯道到底有什么好的东西 他传些什么你跟我讲 我跟你分析 他说哦哦 这个不可说 真的气死人 那后学听讲啊 这个一贯道很可怕 连正庆的佛教徒 都可以被拉去求道 可见这个魔法已经能了 所以后学就想说 不要去求道 不入虚瘸得虎 所以后学准备要 自己去求道 怎么要打击魔鬼 存在这个心去啊 后学那时候说 胡大戒戒八道还在 他还戒八道 所以进入佛一贯道的时候 后学纯心不是正大 准备要来攻击一贯道 那个时候后学念佛的功夫很久 念佛已经念到功书成骗了 什么叫功夫成骗 功夫成骗 我们说这个点啊 念佛如果代表画点的话 一个点代表一个阿弥陀佛 对吧 可是这个整个片啊 这一面啊 大部分的 都还是打念 想中想机 功夫成骗是呢 每一点 每一点都成为阿弥陀佛 整片的在念佛 念念相遇不断 怎么讲呢 那时候不觉念佛啊 不像一般的念佛 一般的念佛都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或是用唱的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是农业社会念佛的方法 为什么呢 在大自然里面念佛 一边念佛 鸟会叫 风会吹 鸟叫从你 心情很愉患 工商社会又不行啊 你在念佛 汽车喇叭 啪 扎车的声音啼 然后 机器的声音啪啪啪啪 根本抓不住佛 所以那时候 我后天发明一种念佛法 很有力量 我教给你们 你们要学念佛就学我 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这个 什么念佛呢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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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公社上面,哎,快一点,我好拐啊,开门是小坑的,越来越大了,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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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道不管有多少邪法都可以坐得了 在那时候去求道 而到那个时候也很小 坐车子去求道在路上 这个裤子裂开 把裂照碰到 我想回去换个裤子 心想没必要 反正到那边还是要脱掉 楼梯顶外 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楼梯顶外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是几年前这一贯道我误解很深 那后绝是认冰了就有东西离开 然后我还是要去 结果到那边真的裤子被脱下来了 因为穿过过路不能求道 也船船师借了一条裤子给欧阳 那个时候后绝的一口是一位林先生 要林归雄 要有人认识他 他爸爸就是船船师 家里游客 他是文化 他埋魂在后绝身边已经多几年了 我们一贯道道经就很可爱 他躲在你身边很多年 都不跟你讲他的一贯道理 他慢慢等机会来做 那这个看得出来 道经吃素 我叫我吃素都很骄傲的 觉得自己修行的话才会吃素 道经那个十几年前 道经都吃素是很值得的 你觉得好像在你家拍子我家财 我叫做无头 修得很好 在家扶杀才怎么做 所以那看得出来是道经 后绝跟他说 林兄啊你带我去求道 我把他吓掉 求什么道 我说你早刚算了一贯道 他不敢带去他家 他带到 带到灰光鼓 架祸江中 所以后绝就在灰光鼓出道 那个时候后绝呢 会在那边念佛 跟后绝还有其他人出道 后绝一边念佛一边出道 默念啊 当你不能念初生点传师就没有点到 默念 结果 心里的理想是说 我一边念佛 演传师一边点到 点到一半的时候 因为我念佛的功力太强 他就晕倒了 然后我就成功了 证明结果成功了 结果后绝还记得 点传师在什么 我还记得喔 在立院的时候还在念 人家是得到以后 曾经抱走 我是得到以后 我会做 嘴巴在念 曾经抱 心里再想抱 才晋得道真 念佛的精彩道真 但是呢 过了大概几分钟 突然间有人跟后绝讲说 恭喜你恭喜你 郭先生你得到了 这句话大概大家都知道 后绝有什么站起来 很恍惚啊 内心有一种很强烈的事情 失落感 空虚感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 失落空虚的感觉呢 结果坐在那边听三宝 听了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 突然间想起来 阿弥陀佛不见了 阿弥陀佛什么时候被赶出脑海 我竟然不晓得 临时一指的力量大到这个 不晓得在哪一个过程之后 啊 读出脑海 这个是真正的禅宗心华的传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能在团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邪来烦恼制 正来烦恼制 邪念来了 烦恼就争随而来 正念像念佛的念头是正念 正念来了 烦恼就独自而起 但是呢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真正的禅宗的心华 真正九十禅是讲什么的 邪正欲打却 无其幸运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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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道就是把你的邪念和正念统统打掉 邪念正念举打权 除提性完善 除提妖性啊 这个时候才会完善出现在世间 清清楚楚 这叫什么 明心见心 所以明师之变就是让你明心见心的 不叫无念为中啊 不让你念正 不让你念客 不让你念人 也不让你念佛 不念为中 整个宗旨修行的宗旨在明师一指的内撒那建立下来 所以我们在传道的内撒那曾经无念 无心 所以才能够保证你超生了死 所以为什么说明师一指可以超生了死 就是在这 净土中也这么说 因为后面以前有说过净土 净土中讲什么呢 念佛只要念到一心不断 而且因为念佛念到一心不断 一定是不自觉中达到 就像我们道经 求道就不觉得怎么样 念佛也 你一直念 一不小心念到一心不断 自己一定不小 所以说很容易呢 又起过噪音 为什么念佛念到一心不断会不小的 当然是 你如果事先 你如果小的念到一心不断 那就表示有一个我一条心啊 有一个我两条心啊 我正在念佛三个心啊 我已经念到一心不断四个心 套底有没有一心不断五个心 我找个师傅给我印证一下六个心 嘿 所以一心不断一定是不自觉中达到的 念到了不小的 因为不小的 所以很容易带起过噪音 因为起总统的异果 造总统的罪业 而且也不念佛 但是呢 因为曾经一心不乱 所以说呢 虽然起过噪业 还是可以带业往生 带业往生 带着业力往生 我们团道就讲 临时一直超纯有声 就算你不信 起过噪音 因为你没有感觉嘛 道是出口 但呼吸无味 我们传道 你得到道以后 你觉得没什么 必然没什么 道就是这样 无声无味 绝对不会像宋气力量 现个温身给你看 不会有这种现象 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执作 非但不会给你 还要把你现有的给你拉掉 非但不会增加你的念头 还会把你现有的念头 全部拿掉 像后觉到那边求道 非但没有给我什么 还把我的阿弥陀佛 不知道搬到哪里去 众魁极乐世界 所以说呢 决定往生 明示一指 决定超纯交 这一点我们道信了 今天讲一贯道的修讯话 这一点 你如果不信的话呢 你受用不到 你还是要回去 但是三寸计乱了都才知道 如果你信的话 就会同时 我们一贯道的道 就要从明示一指超生了死 起 打心 真心 开始修计 你相信明示一指超生了死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遭闻到弃死 可以 你不怕死 这个人都要 从此以后你就勇猛以精进 无所畏有 因为 除死无大事 死都不怕 哪个人都不怕 要知道啊 我们说不怕死 那是一个人不怕 人最怕的就会死 人世间呢 一切都不畏定 家庭 婚姻 事业 寿命 前走 一切都不畏定 你做任何事业 都可能失败 也可能成功 但是有一件事情 好证你成功 我会失败 你一定死得很成功 所以这是确定 什么事情都是会确定 婚姻可能好了 可能坏了 事业可能疼了 可能早了 但是死亡是很确定的 一定死得很不 也死不疼的 事夫到底有谁死不疼的 所以从面对死亡 我们自幅以来 修行者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而今天明知一指超声聊死 从这个生死四大无常训 以前古代的修行者讲 生死大事未明 如上考虑 好像死了父母亲一样 焦虑不安 而我们今天就从这边下课 明知一指超声聊死 看你信不信 信的话呢 从这边开始 不得了 一路向上 看你信几分 你就有几分的受用 人因为怕死 内心深处 思想上就算没想到死 前一次 就是心理学家在研究上 有很多 美国的心理 欧美的心理学家 在研究这个 人内心深处 一个很大的力量 就是怕死的力量 因为怕死 所以说人生要奋斗 所以人生呢 要珍惜短暂的人生 要去追求自己 我要的东西 因为生命有限 就是这样 如果他没有死亡的恐惧 他的人生会不一样 而我们造型就是这样 平时一直超声聊死 这是确定 因为呢 也不合理论 因为你曾经无念 曾经无心 还超过一心不乱 只要超过一心不乱 就可以带夜往 就算你有夜长 一样要带你 他说起祸到业 以后再业往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一心不乱 净土的莲花呢 就含苞带黄 然后三寸净乱 就看莲花又开了 就什么就成不乱 就什么就成不乱 八得持宗连你种啊 果然一面胜恒生 就是那一面就可以 八得持宗就 莲花又种了 莲花又种了 平时那一支点下去 八得持宗的莲花 由于你的莲花就出现了 就有一朵 我们再做每一位 有没有人没求到 没有啊 再做每一位 要告诉大家一个福音 你们每一位在里面 都有一朵莲花 含苞带花 但是如果你不信不修 再业往生 到了净土以后呢 叫做净土一城 铁莲不开花 关在里面 坐天牢 不管怎么样啊 今天你得到了 蒙受明示意 你下不了地狱 你最起码有一个天牢可以遵 遵天牢也不好受啊 种种的痛苦 但是在天堂坐天牢就是有 仙佛菩萨啊 前人也传师啊 会贵公的那些前天 会来承拳你 告诉你 愿不能了 难拔相还 所以这时候 把心打一个 我要来落地重修 这个莲花就开了 莲花开以后怎么办啊 莲花开以后 不是就回到净土想服啊 直接落地 出胎重修 要落地重修 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 后别就看到很多 铁莲花放出来 一求道以后就连在道场 修了不清 那大会怎么上位置就求过道 没有修 这位置来重修 但是年王老师管得住 我们几个例子来说 后别在这个 有一次到天空 到天空宫 下课 木大的天空宫 七老前人的道场 那时候七老前人还在 有一位残主 他住屏宫 他开了一辆车子 运行车啊 载了很多道清风 屏宫来参加三千法会 那么后续下山的时候 他说他车就封了 他带后续下山 在路上他一跟后续残起来 把他家里面休息 他家里有活 但是他有个哥哥 在二十岁那年 当兵的时候 一路伍呢 就被一个同事 带去求道 那是新义主任 他在新义主受道 求道以后都没有接近 后来呢 退伍以后呢 他就只有点这么一下 退伍以后就酗酒 喝酒 喝酒喝到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整天在家里闹词 那么家里有活堂 他也是从来不接近的活堂 本应喝酒闹词 他唯一跟活堂结的一次原神 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啊 跑到他们三楼 他们活堂在三楼嘛 父家在一楼二楼 跑到三楼的活堂 又是庭府等 庭府等一庭佛 是什么意思 他的调整是这个意思 他把佛桌佛祥都调了 就闹那么一次 好 这个人呢 大家都知道 一定回不去的 造这么多艺啊 对不对 怎么回得你 绝对回不去 后来他酒精中毒化作啊 泡壁突然间死了 死了以后果然身体硬方方 果然硬方方 他们那些造型都知道 都一定回不去的 也不会跟他掏大把箱啊 什么的 也不会跟他讲 牛山保不要忘记啊 讲也没用啊 这酒鬼嘛 跟他讲也没有用 而且还闹过火堂 所以大家就认了 然后呢 造棺材在乡下 因为他突然间死掉 要临时命负棺材 在家里面是死的 因为他一个多礼拜都有礼票 一方方的 后来呢 棺材做好 要入恋了 那个两个人 把他从头和脚抬起来 一方方的 抬两头 中间不会掉下来 跟木头一样 一方方的 抬起来 要放下去的时候 突然间呢 在棺材上面 啪一下身体整个软下来 先硬后软 啪 整个正体跟狗狗 然后放下去 一方卡下了 正体 对 对 因此的威力 达到什么程度 这种回去 当然是关天牢 那现在大概已经投胎转世了 也许在哪一位 造星的家里面 对 那小孩生这样 又爱喝酒的主意 可能就很大 某只阎王老子 名字一直就惯了 你跟阎罗王没有关系 除非你 把你心棒到立志 就是骂前 不会这个样子 我们剪刀后下来 坏心棒到立志 骂前 同事大愿 给我们不能关 就不能关这一刀 其他下面 我在佛堂闹点事 这都是小费的 喝酒啦 这些都是造极 或造极 这小费的 所以您是一直操生了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到身上 密乎本体 自古以来 得到高生所得得到 跟我们得到的字 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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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大额化字 我们要讲一贯到的修行法文 后面听得到吗 听不到的举手 很重 是这个的 谁举手 真的听不到吗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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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贯到的修行服务 靠自己来修行 靠自己 靠自己 靠自己就有一种活降在 我们是天能共伴 天能合影 大家一起修 同修共伴 大合同 所以首先 传领福合同 那合同呢 上与 付天先佛合同 下与一切众生物 所以叫合同 所以呢 所以说我们一修行 我们进入这个修行的大市场 够大 天能合影 所有的先佛补杂全部大方复造 所有的众生共同跨越 因此呢 它的力量其大如比 于是产生一种大额化之的力量 大额化的 可以变化你的气 可以化你的冤怯 化你的罪孽 只要你常常精进佛补 一佛出世 千佛出道 第一步就是接近佛补 第二步在谈什么行功力的 修行很简单 接近佛补 从接近佛补 达到化身的力量就开始了 要是到我们修行啊 不能光看人的这一点 还有天的这一点 天的路话太大了 不可失礼 后绝有一次到花衣同德 陈大夫的道场给讲课 回来的时候有一位王先生 他开机等车 在后绝回来 在路上呢 又跟他讲 跟后绝讲他一生的经历 这个王先生呢 因为他世事不多 读的书不多 所以只会开车 然后这个人命不好 要知道 人的命运啊 年纪越大了越少 冠犯接受命 但也归有救命 命里有之 功虚有之 命里无之 命里无之 我们的一生 跟命运斗争啊 事实上命里有的就什么 命里没有的就什么 你怎么努力还是跳舞 你怎么努力还是跳舞 那贝多芬他写 命运交响曲呢 就是我 命里交响曲呢 就是代表什么 他就是命运的抗争 他是一个音乐家 大音乐家 结果最后他很多种 都被押了 他的命运交响曲呢 一开始就是 参参参参参 但是命运之神在向里敲门了 然后再跟音乐呢 千变万画 奉回路港 最后呢 音乐的变化就代表人的挣扎 对抗国家 但是这个乐章呢 从头到尾有一个声音 永远没有结束 就是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还是出现四个音 终于命运战胜了一切 这样子 所以说呢,改变命运有多可能?大阿华。 你用努力奋斗,这并没有用。 你努力卒一传,杀你为啥能犯吗? 所以卒一百年变成热杀,不会变成热犯。 所以人努力,要努力对方向。 你努力修行,尤其于今天来传到大阿华。 人家一千业障,质量可以华用。 这样讲这个王先生,他开计程科。 因为业障的关系啊,人家一天可以赚几千块,他一千几百块都赚不到。 所以他夫妻两个,他太太也出去打工赚钱。 这小孩子就出于招工,唯一的一个毒子啊。 因为感冒,你注意好,就死掉了。 哇,真的是伤心臭疼。 忽用天朝,炎夜雨。 迎见夫妻,白时的爱。 所以啊,他开了车子。 他,而且开机程是很奇怪,他有时候拼命啊, 多开几个小时,半夜开车。 奇怪,人家可能一辈子碰到一两次,说强盗上车抢车。 他会碰到很多子。 啊,到警察局他人缘又不好,警察也不想理他。 说话说不清楚,结结巴巴的。 人家还以为打打打。 所以说呢,到处都是放逼,到处都是坎坷。 所以连儿子,对我一直希望都死掉了。 只要开着车子啊,眼泪就会掉伤。 有时候开着车子,在路上,你突然就呼起来。 那个乘客觉得很倒霉,又不是送炸。 你开,或者过去的车子,在那边,好,在那边,空过来。 下车,下车,不要错了。 那个时候呢,他内心脂肪比较多。 他脂肪开车,开到那种,人家样。 哎,转弯。 这路,直接往下开啊。 就这样。 他如果脂肪在下, 后一匹。 这有一首台语歌要,后一匹。 后一匹,后一匹,后一匹。 唱着这种歌来,后一匹。 一两白鸟。 去造他恶人的群。 后来还有一段过来。 怕死。 怕死就是他的好。 后来他求到。 得到以后他真的很肯定要求到。 你看这种人要怎么求到。 必须有他,有无影婚会。 书也听不懂,课也听不懂。 课也看不懂,课也听不下去。 你看看他怎么求到。 看看我们这个道。 大家有话语。 再回想一下, 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这样子的道行。 这个王先生呢, 他来修道。 每个礼拜四晚上有一个新道经的道学班。 他就来天课。 他坐在那边,坐五分钟又最早。 有五名嘛,听不下去。 对啊。 就是他又堪贵啊, 他又跑去问点他, 点算是直备啊。 今天我们要修道。 要怎么修? 点算是就跟他讲说啊。 点算是讲得很好。 他说,修道不入大, 回到本性就好了。 你的心回到本性就好了, 这话讲得很好。 可是他听不懂。 为什么呢 本性是什么 本性不生 你也不漏不净 本字句 你还不 不晓得什么蛙沟 你跟我讲个蛙沟 我还可以讲这个例子 那天南寺对他没办法 本性都不了解是什么 讲不清楚 就跟他讲 你回到佛堂 就是回到本性 这边讲得好 你回到佛堂啊 上天慈悲 有各种的力量加持 自然会让你的心 自然 不用刻意地回到本性 那道法自然啊 就跟我们老杰人的名字 黄自然 自然回来 黄宗通理自然回来 所以说呢 这话讲得很好 他说 这回到佛堂我听懂 这么做得到 他说我回来佛堂 打瞌睡的不办 简单是回答得很好 很有担当 他说啊 你只要有担当 你只要有诚心 有恒心 直直以同地回来佛堂 就像回来打瞌睡 一样可以成就 尤其佛堂 确实是不一样 道清不到佛堂呢 故意听完来听课的 他来接受佛光补道啊 比听课还好 所以后杰从来不反对 道清回来佛堂 听课打瞌睡的 你尽量的睡啊 睡着以后 先佛菩萨在成全你 更好 比我讲得还好 我更怕看到那种伴隶慢性 很努力在心的 一张眼睛亮 就进去 就拉腿啊 捏啊 什么的 最后两头落落 睡也没睡好 听也没听好 你要累的你就睡一下 没有关系 尽量不睡 上天位置 帮助你收心 力量更大 睡醒了以后 再清醒就好了 所以说呢 诶 她说 哇 到佛堂大瞌睡 这个修情太简单了 我做得到 每个礼拜是回来睡 她说 自从回到佛堂睡觉以后 哦 整个生命就改变了 注意啊 要有恒信 她每个礼拜一天 回来以后她就觉得 整天心里很舒服 回来这个磁力啊 今天回来 两三天心情都会异化 不会悲伤 不会像一天痛苦都往痴 后来她时常跑博堂以后呢 整天心情都很愉快 慢慢她也就开窍了 你听得懂了 也不会打瞌睡的 以前是完全听不懂了 一坐上来 又夜上无名 又爱着人 但是只要肯回来 佛光所照 大花 慢慢把她的鱼鱼 愚昧啊 鱼是没有挖掉 后来她生意就越来越好 开那个计程车啊 这个计程车有扣在海 怎么不晓 后来第一次坐她的车子啊 后来性子急啊 躲在前面 她是慢性子躲在后面 我说哪一辆车 她指的前面那辆车 她是够过的 那个车啊 有着动到撞到的 应该去板击一下 她不是说我抹一层那个 不知道什么啊 一层黑黑的 那个车一样 东一块西一块那样 她说是五个 啊 然后走到这个门口啊 我就伸手去拉 她说 郭奖师那时候 还没领病 她说 郭奖师那个门我来开 我想开个门 可必客气嘛 我开就 人一拉 掉下来 这个门只有她会开 上了车子 一口口口 什么声音都一声 她说郭奖师啊 你不要看我这个车啊 切活什么样子 很多人坐上这个车子以后 转绳就变长症了 说到台北车站说 林慈琪说 我干脆到桃园机场好了 高宋沟路也敢跑 那个就是高宋沟路跑了 这个月下来都有可能啊 后来她赚钱越来越多啊 其实这种车声音越来越好 因为她时常开着地车车带道琴啊 最主要她最造有的可能性 所以她命运开的转变 后来人家叫她换车子啊 她不要 她说先佛认识她那辆车 哈哈哈哈 她又太过了 哈哈哈哈 最让人惊讶的事 这位王先生呢 她智慧开了以后 现在是王讲师 才会讲道 整个生命呢 终回路了 整个主将光明 大而发 我们说到国堂来打瞌睡 真的可以成就吗 这个时代讲后绝讲 一个例子给大家讲 在安东道场 柳柳方剑转师 她有一次就跟后绝讲 她说有一次她在一个 就像这么大的地方了 夏天天气很热 也是聚了这么多的 带一个三天法会的伴 哇那天气太热了 好像冷气又不够很强 我们这边冷气 到了夏天会不会很不够强 啊 会不会 不够强 就像这样子 你想象一下啊 夏天天气很热 冷气不够强 然后道气呢 小笑 哇那些办事也很着急啊 帝毛巾给她 嗯 毛巾擦一张又睡了 嗯 抓美啊 万金友啊 上面说万金友摸一摸 小姐还在腿又睡着 怎么办啊 正在着急的时候啊 那个谈主啊 那个谈的谈主的儿子 大概才四五岁 我刚刚就看到一个小孩子 他才四五岁 很小的小孩子 看到千佛千佛 到场中千佛千佛 是他让一些小孩子看到 那个小孩子破话成神 他看过去就化掉了 大人就不同了 大人看到显话 就会觉得 你们都没看到 只有我看到 就是我根基特别好 这个子 这个小孩子看到 那那个小孩子说 啊 事后才讲啊 他说刚才啊 上课的时候看到什么 那个母征 因为三天跑 那母征都点着了 母征走出来一个蜀徒 还有一个阿姨 他说那个蜀徒拿了一个针子 那是谁 几个针子 那阿姨呢 拿了一个瓶子 那是谁 那是谁 他说那个阿姨呢 拿一个瓶子 就走到那些 很认真在听客人面前 就拿那个 那个杨友之 在那个浸瓶水 撒在他手上 一撒下去 那个小朋友说 看到那个 被撒到的那些 那些班员啊 全官就放光 那叫回光观照 整个新收回来 他呢 他在撒那些 被撒的我看不到 还是撒撒的在那里 然后季工老师呢 就拿着扇子 走到那些 打瞌睡的人面前 那我们想到 当然是工为危机 对不对 不是啊 三一三 让他飞得更好 而且他站着一三压 也是闭着眼睛 玄关放光 梦见周公啊 所以到佛堂来 打瞌睡啊 他们这个跳舞都没关系 不要你肯回来 现在不要他们这个跳舞 打瞌睡可以 所以这要打瞌睡 我们这个道明为什么啊 一佛出事 千佛出道 旷开五路 三操口 所以说只要你接近啊 好像一根大火炬一样 稍微碰到一点 整个就烧起来 所有的叶上就这样炒一样 整个烧起来 啊 荡然无所 如灵火炬啊 欲之则燎 好像碰到大火 啊 你碰到他就整个烧起来 夜上碰到大火炬 就烧起来 大阿华 所以说呢 鸿杰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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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阿华 路非常好走 易知易血 容易知道容易做到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 今天我们进入佛堂 就是在一艘法团上 这艘法团呢 无形的 有多少的仙佛狐杂在护航 出力很少 收获很大 但后绝在道场中观察 有很多看起来根基很鲁顿的人 他只是因为十字以恒的接近道场 只是这一招而已 十字以恒的接近道场 整个人就脱胎化了 像后绝那边有一位道心啊 姓何教和声响的 三年前来接近后绝的道场 他来啊 坐在那个第二个位置那里 那个位置现在很空水 每次都坐那个位置 五分钟就睡了 睡觉没有关系 他后绝每次开班他就来 很有风景 睡觉没关系 他睡觉动作很大 他头会这样 而且还会躺过来 我说何兄啊 你那么爱睡觉啊 到后面去睡 他说好到后面睡 他真的跑到后面去睡 可是呢 虽然他只是来佛堂睡觉 但是呢 听口如初的 参加礼节班 还会直理啊 通通学会 他什么道理都不懂 头脑也有点混沌 听课也听不懂 也不听 他还会跑来跟后学讲 听了两年以后 他跑来跟后学讲说 郭经理啊 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我受益很多耶 我想你根本没有经理受益 我确定他没有经理 我确定他没有经理 结果到了去年 有一次 他在睡觉的时候 上课睡觉的时候 出一个状况 他突然间跳起 大拳 嘔 嘔 发出那个身体 我们讲是不是先佛借俏了 大家都很害怕 结果他跳了一下 又坐回去 又睡着 原来是梦游 到场 睡觉睡到梦游了 但是那次可能业障被逼出来了 从此以后他就听得懂 眼睛睁得大大 睛刻都不会睡觉 这个道场就不思议解脱啊 这个道真的不是说知识分子啊 有很多的经典可以受益 任何人只要你信心 只要你接近 有恒心 进入不思议解脱 他的受益就开始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提升 大大事实 但以前后权在佛教的时候 修几十年的老修一大堆 不要说别的次数都做不到 连吃素都很难做到 因为这块肉里面有多少的欲望 多少的习性 因为你吃了不一辈子 吃了好几辈子 还有这块肉有很多的性命在 要断肉不懂你的 像那个林清玄有没有一波 写到好多书啊 他劝人家吃素啊 他写文章说啊 哇 看他的文章看了都不敢吃肉啊 他写文章了 他也吃素嘛 他写文章 他说啊 吃一块肉 吃一个虾 他就吃一个螃蟹 吃到七个地狱 首先这个螃蟹抓来 你把它放到热水里面烫 这要沸汤地狱 你把它手脚切断 这要断手断脚地狱 你把它更多嘴巴一咬 这要刀山剑树地狱 你把它送到柜里面脚 你要分离地狱 那人真是会写东西啊 那人真好 住了他都不敢知道了 换他自己开灾了 自己吃荤了 吃荤了以后还说 吃荤自树与磨合干 吃荤可以成果的话 牛那马那羊那都成果了干 成也消河 败也消河 叫人家吃素也是他 说这种话也是他 为什么呢 坐在后学代火教修过神经 没有大话 没有先活不忙 你要自己一个人修 自己一个人面对 因为天命转到这里来 道坛在这里 没有天命固 你要靠自己修啊 很困难啊 多少的魔力业当啊 高吃素你就很难 像后学以前在佛教有的吃素啊 但是吃得很艰难 很想吃肉啊 不像现在我们到青春酒以后很怕热 像昨天后学到新竹去讲课 哇 在车上有个人在旁边吃个排骨便当 哇 我都快晕倒了 以前不是啊 以前在佛教的时候吃素啊 心里很爱吃肉啊 强的要强的毅力啊 我看到人家在吃排骨便当啊 那是同一家 没办法的 那是这样的 那时候后学是刚跑到这个 小吃店去吃洋生面 洋生面素的我不吃 我吃荤的洋生面 为什么我讲洋生面啊 事实上的洋生面啊 都是用排骨汤做的 结果后学有个弟弟也是跟后学一样 修火焦了 他时常批评后学说 你看你吃洋生面啊 根本就是排骨汤面 吃不干净 我那个弟弟很 吃素吃得很轻的 自己一套碗 盘 锅子 自己煮 自己清自己洗 怕沾到一点点又多多 结果有一次火焦跑去偷吃洋生面的时候 还切一些什么海带豆干 事实上那都跟牛肉一起煮的 没有直接吃牛肉 看到前面有个人背影很熟悉啊 这个谁啊 西海 那不是我老弟吗 我一看他干 他在吃牛肉汤面 冻尾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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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就算都吃你也吃洋生面 你不要吃牛肉汤面 哈哈哈 哈哈哈 又可以知道 今天这个我们 大俄法师今天我们这一套法床 有多少帮助你修行的力量啊 不可吃 公司吃素有多难你都不晓得 这个以后学的法教服务真的非常 有很多超级大师啊 开悟以后就开婚了 这种意思非常有用啊 这南淮景以前是都家人哦 南淮景你们听说过 有啊 大师啊 啊 出家吃素 后来 成为大师以后才是吃素 后来他说他开悟了 开悟由于开婚了 哈哈哈 开悟以后就说 吃什么肚子 哈哈哈 所以像我们道庆之助 这个几年又很怕婚了 有没有 闻到肉又怕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从骨子里面呢 转变 叫脱胎患 这个就是所谓脱胎患 啊 然后另外呢 生命里面慢慢众胜清凡 众情众义 你众事众其无形之中慢慢在转变 啊 这是大俄法师 再讲呢 我们当然不能光靠 先佛菩萨在加持 我们自己也要奋发图强 啊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修行呢 要以绝恶为师 像最近有什么送基地啦 妙间禅师啦 清凯胡上师啦 这些事件很多 为什么呢 那他们以人为师 那人出问题就是问题 而我们修造人以绝为师 绝什么呢 绝就是图体就是本性 以你的本性 绝悟本性当作绝老师 你要绝悟你的本性 用这个来当你的老师 怎么做呢 互负婴儿 互负婴儿 但小孩子啊 他就是因为这种天性本性 所以他存在还有呢 他的智慧一直在开发 我们人类在创造一个悲劲 什么悲劲呢 一个婴儿如果让他自然成长的话 他先天保持的情况越久 他的智慧就开发了越多 但是大人总是很想尽办法 要转移他的处理力 要让他叫到后天 婴儿一开始是类似 走一走 回往返走抱怨手 第二个阶段呢 他生出来大概几个月以后 先天交后天 他会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呢 在看自己的头部 有没有这种经验 让妈妈的 有没有 在那边看 或者看脚踩 因为他躲在那里 不太久 他看不是像我们这样看的 他看一点 就看到睡着 没睡着就要看第二点 看到睡着 有没有经验 在医学上 当婴儿进入这种状况的时候 医学家做脑波事业 发现他大脑在成长 在开发 为什么 因为他在凝聚的时候 这时候就在用本身要先命经线 从本性放出去 在这条线上 凝聚在这条线上 他不是收回来后 这条线上在放出去 但是还没有离开这条线 天命就是本性 这条线就要进去 这所谓天命经线 上可以从天 下可以服务动 可以成就一切事 这是这条线 在这条线上 这个时候呢 大脑就在成长 但是医学家 他们不晓得为什么 只知道婴儿在这个情况 但这个就是在用玄关 这个玄关不是光手而已 所以才要用 用玄关来看 才可以专心 这头大脑在成长 要知道我们的大脑 一百分里面只有开发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只有开发到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天才 超级科学家 像阿英斯坦那那些 可能开发到百分之九百分之十 剩下百分之九之几 都没有开发 为什么 不懂了怎么去开发 所以如果说 你时常以绝物为师 回光传绍 把心周围来 你的生命会重新开发 你的大脑重新开发 深度开发 细度开发 细度开发 全方位开发 所以才会发生 刚才讲的那个 王讲师啊 赤字不多 温寸的 现在变成讲师了 才会发生 所以说不是自太太啊 来修道修九了以后 曾经发出来 诶 金刚心 银刚心都看得懂啊 这种历史非常地不幸 在道场 但是呢 我们要引诀为止 不要说修道修九了 看功求火了 叫道明 向赤飞一边 要看得挺 看本性就能 时常提醒自己 微微本性 自信一处 无事不穿 只要把心自伏在这里 不是说整天手权 什么事都不做 相反的 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很好 差点好 只有你用到本性的时候 不是用思想 也不是用眼睛 用本性 用本性的时候呢 你的眼睛 你的鼻子 你的头脑才会最清醒 这叫六臣有主啊 我们说六臣无主 一般人都是六臣有主 你这一点 中心点找到了 六臣有主 无事不败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 恰好 这个时常 大家时常生活中 都会 不小心都会用到 用到本性 只是百姓日用的不知啊 所以人者见之为日人 智者见之为日 百姓日用的不知啊 我们一般人时常用到 这一步小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说喝茶 喝茶 喝茶 如果你要喝出茶的味道出来 它的甘美的味道 你一定要用到本性 可是一般人喝茶呢 所谓四额不见 听而不闻 识而不知其微 为什么 心不赛眼 儒家讲正心的功夫 讲心不正焉呢 讲心不赞焉 心没有放在 方寸宝地 至善宝地啊 那就表示了 你会视而不见 君而不闻 看 看不到 听不听不到 君而不闻 吃而不知其微 君等皇 吃不出它的味道 因为抛心很多思虑 有一次后学家里呢 一位道心来家里 同学招待他在客厅座 泡了两杯 重点污温茶 他一杯我一杯 中间隔一个茶几 他坐那边的茶几 我坐那边的茶几 然后他在讲话 那个人夹碍风回来 他讲话越讲越激动 就一直靠近我 然后嘴巴会喷口水 所以后面就躲一点 他讲话讲得累了啊 伸手抓一杯茶几来喝 你找他抓到我的茶 捞过戒啊 抓到我的茶喝完了 还放回去 下次又抓他自己的茶 换来换去 那两杯茶我都不能喝了 湿而不知其微 他连喝到谁的茶都不晓得 何况都茶的味道 那还是上口的动静 你不懂 找啥一样的事 可是你真正要喝一杯茶 真的要用到本性 我举例来说 你拿起一杯茶来 你要专心要用个茶 心是不是说到这条线上来 看我的是低语的 慢慢的靠近 越来越接近本性 然后喝一下 这个没什么 要轻轻揍一下 这要品茶 这个没有揍要喝茶 揍一下就变品茶了 对不对 完全用到玄关 他的味道就点出来了 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当你用到玄关的时候 你听也听得清楚 看可以看得清楚 看一朵花 好 高天啊 谁一直戏去看出一朵花 真正你仔细看一朵花 开悟就在这里 所以以前有位禅师啊 他到处寻荒荒草 有一天呢 他回到他的家乡 看到他亲手种的桃花开了 他就过来开悟了 他说三十年来群见客 到处群岛宝剑 开悟的宝剑 几回落叶又重新 这个桃花呢 叶子落了 又重新开 抽枝生长 自从一见桃花后 直至如今更不易 自从我这次见到桃花以后 一直到现在 再也没有疑惑 为什么 用到很久 我们回去以后 可以抓一朵花来看 跟心旺神一样 你少不过用本心 专心的去看过一朵花 每一朵花都可以 触动你的心情 回去以后再看 不要在这边 把花都拔光 但是每次或觉 看花的时候 就旺神一样 尤其是看花 看草 大自然 最容易遇到人的心 安全的作品 牵起鼻孔 用不过 婴儿也会很厉害 他碰看手指都可以 碰看手指都可以 碰看手指都可以进入这种 天能合一的境界 像或觉现在碰看手指 没办法 那种无聊的感觉 哇 就有种意料 所以一个正人啊 喜欢山啊嘴啊 这个道理 抱歉啊 抱歉啊 不看两天 哈哈 静静一下 看啊 真的很舒服 舒服 所以说自欺民主 无事不犯 你六神有主啊 不会妨害你做任何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 都时常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本意 念之在 把念头要照顾好 我们能一天到晚 在照顾生日 照顾事业 照顾家庭 照顾金钱 照顾小孩 甚至照顾道场 照顾道景 最重要的光景 照顾念头 念头没照顾 照顾念头 终止存在 我们今天引阅为止 就只要照顾 照顾好 因为念头啊 是 世间一切 万事万物的根本 一个树的根蛋掉了 花果枝叶 在整个盘龙茂盛 都会枯萎掉 所以念头照顾好 是根本 所以以前的禅师都讲 照顾念头 照顾念头 这个中间 终止存在 我们今天引阅为止 这一步 让自己的心啊 没事的时候 收回玄关来 歇一歇 所谓歇集腹体啊 歇集腹体啊 歇集腹体 人的心啊 人的心啊 要吸啊 要懂得休息啊 我们的手累了 会不会休息 会休息 会放下来休息 我们眼睛累了 我们眼睛累了会休息 地下来 我们耳朵累了呢 不要停了 休息一下 舌头累了呢 再进行休息一下 不要讲 但是我们的心累了 我们的头脑想东想西 好辛苦 想一件事情 想让我关闹 那你要怎么修行呢 不想不能修行 你会换个东西想 就好像是我 这个姿势好累啊 啊 我不要再放这个姿势 我放这个姿势吧 还是累啊 对不对 心就是这样 最早的还在想东西 为什么 没有 不知道我们的心 因为以前的修行者 说要讨个歇徒啊 他们都要跟师父呢 跟那些大师啊 要讨一个歇徒 名师指点 就是告诉你一个歇徒 歇的地方 全关 佛罗法门 就是你歇的地方 手累了 自然下水 这是他休息的方法 眼睛累了 自然闭上 这是他休息的方法 心累了 自然放回全关 这是你休息的方法 如果你的心呢 只有用没有休息 就像手只有累 用没有休息的话 会参乱错误 有一次后学刷游戏啊 刷太久了 刷得很累 我想很厉害刷完再休息 好终于刷完了 我休息了 结果呢 坐在那边 想要拿一杯卡来喝 这手一拿起来 一碰 把卡给碰倒 失控 我们的手啊 如果休息得很好的话 哎 你摸这里 绝对不会摸错的 你说我今天要摸这个 和这个 好 我今天要摸那个 红色的花 我不会说 摸不到 摸到这里来 绝对不会 因为他有充分的休息 可是如果你的手 肌肉疲乏了 你拿起来手 你就发抖 啊 肌肉发抖 我要摸这个白花 白花 摸到这里 就会这样 人的心也是一样的 你的心整天在用 整天在想 整天在奔死 从他没有休息过 也不知道怎么休息 最早还在做梦 你说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怎么会准确呢 啊 你说你怎么 不会说错一错事情呢 绝对会做错事情 绝对会下错判断了 绝对会让自己掉入 不可收拾的一种情绪里面 情绪化里面 啊 所以说 要懂得休息 啊 你的心呢 回到玄关再歇息 再从玄关放出去 处理一切的事情 无事不办 喝茶 成了茶的味道 走路 钻路 答应非常的灵敏 心中没有正合的方法 但是呢 能生万法 要自信能生万法 像以前日本有一个 大剑科叫 封门鼓藏有很多 封门鼓藏 封门鼓藏是剑术第一的 他训练他的徒弟啊 什么训练 他叫他的徒弟去做 扫地啦 洗衣服啦 等等 做那些杂物 砍柴啦 诶 从来不教他怎么样 是 从来不教他剑法 过了三年以后呢 他发现他徒弟已经很专注的 警觉性很高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从后面突然间 打 拿着个木箭 偷打他 一打就打到 后来呢 过了两年以后呢 他每次偷袭他徒弟的时候 通通都不会打到 他徒弟所的叫做 那通门五章说 你剑术已经完成了 下山了 他就成为一个大剑 有样的情形 今天你如果能够用到一个观点 随时随时随时 用到本性 处理一切的事情 吃饭睡觉 服辱 待人接屋 你就会变得 民态无敌 你随时可以见机而动 你可以应机而动 这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你可以慢慢去理会 慢慢去理会 因为你的心呢 没有乱用 就像手指张帽子休息 阿普坦很灵火 要怎么样又怎么样 精确 心也是怎么样 能够卸得下来 没有乱跑 能够自然知道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该说什么话 清清楚楚要要分 这个绝对分的书本缺得到 书本缺不到这些东西的 这要见机而做 这个机呢 是书本上绝不到的 孔子啊 在《易经》里面讲 他说什么 知机者其神乎 他说一个机制人 他就跟神是一样的 这个机呢 人与人相处 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破终不满 那这里面有个机在里面 这个机是难以言全的 但是 君子见机而做 见机而做 这是不是来自《易经》啊 所以一个君子能够见机而做 不是《易经》啊 不是《易经》啊 不用等天在那边 等待 在那边思量 筹划 计划 不需要 见机而做 这种见机而做 要以《易经》为先进 你要时常运用到本境 你就可以 知机见机而做 这很难行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次啊 有一位道心 这个道心 也许有着道心认识吧 他以前在那个四大陆那边开了一个天然处本餐厅 他叫阿鲁尼 有没有人认识 阿鲁尼啊 有一次啊 这位道心啊 他在谈理 他跟后别讲说 他碰到一个小学同学 那个小学同学已经台大医学院毕业了 他只立了当医生 然后说 这个文武全才的 知识啊 各方面都一定有大人才 我希望后别去祝他 哇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 后学刚成高美国的 都想说 要祝这种人 就是学医的 而且听说中医也很痛 各种宗教的有节目 所以后学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啊 去准备啊 准备种种的资料啊 准备要去祝化他 两个礼拜的时间啊 准备了很多资料 装了很多东西 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子啊 要处理一件事情 做很中医的准备 搭盘推演 但事实上呢 当你进入这个状况的时候 正习晚变 各种可能的情况 没办法推测 当时用内心中心 做到明明上 所以说呢 后学到了那里头 那个高医师啊 高先生 然后坐下来了 这个高医师就开始讲话 他那个人啊 变才无碍啊 一开口呢 真的是 舌颤莲花 滔滔不绝 我根本没有机会讲话 给你准备两小时有什么用 准备两个礼拜也没用啊 因为他不给你讲话的余地 上司天文 下司地理 古今中外 所有东西他都会 最后还跳起来抬一趟 无论五圈抬 他如果不冠军 想到最后 总之台湾最适合他的职业 就是冬孔 他能力太强了 你怎么办呢 不切可及啊 他确实知识学问都通过后 就台大医学院毕业了 就是这个名义 然后他又养了一只狗啊 那只狗跟那个 多只跑多大 很大的狗 那狗放到客厅来啊 那也很喜欢我 一直在那边舔我的蟹啊 舔我的鼻子 哎呀 我快给他整死 呵呵呵 然后那只狗修理后学啊 整我整的那一个多钟头 整的那一个隧道 那时候才有精神团 他讲两话 那这机会呢 他两句解释 他不解释 必选不动 那时候后就放弃 已经一个多钟头啦 快两个钟头 放弃 决定不住这个人 一个善于一个忙 回光反倒 把心周围 把心怀前周围 不是斗鸡眼啊 啊 定理 哦 已经在这道前上 然后心一跑掉往后回来 心周围也说 加他念个五字真谨 收勾计 真谨可以帮助你收集 收勾计 啊 然后看着他 念着我微笑 忍善含笑 我留个好印象 可是当你在回光反倒 你的心完全静下来的时候 疾就会发生 注意啊 后天也没办法 谁是做到啊 那这种状况 心完全静下来的时候 所以静观其变啊 静才可以观其变啊 突然间看到一疾 这种强烈的感觉 有一句话 脱口而已 这句话呢 这不久我已经觉得 那是个多个文 这个很难形容 结果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根本是个废话 我准备了两个礼拜以内 就没有这句话 我说什么呢 我说高先生啊 我们道场最需要 你这种人才来领导 什么话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当然你们不要这句话 拿去乱用啊 这是要用最时候 你要不要用对人 用对时候 同样这个人 在不同的时间 你讲这句话 我们接着有点 那是刚刚好 他讲到一个阶段 心灵刚好有个破绊 你看到 一句话塞进去 触动他的心灵 我说高先生 我们道场就需要 你这种人才来领导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他说你说对了 我马上要求道 高先生 十点多 我说 我都告诉大哥 十点多了 明天再求道 他说好 快办 那个候选呢 对 把他渡到火光组给求道 火光大象在那里面求道 为什么 我怕他来领导我 所以今天我们一贯法文的修词 以绝为始 不是以法为始 不是以戒为始 不是以戒为始 以绝为始 用本性能给老子 运用到生活论理里面 飞食水底 然后怎么样 除了以绝为始 中心以外 放出去的人 都可以以心引进 以心引进 这是一个不言之教 无为一种华 大家知道这个时代 动身兼顾的时代 这是一个斗争坚固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知识暴大 人与人之间 每一个人的口才都很好 一直互相争辩 夫妻很容易就变成末路走人 众弟姐妹呢 互相互 互相互 一言不可 一辈子又不要见面 斗争坚固 团体和团体争 人与人互相互 到处都是斗争坚固 人与人之间很难共同 虽然学问很好 就是很共同 难共同 尤其后学很多朋友 知识论 大学毕业 博士博士 结婚以后很容易就离婚了 诸读的越多越难沟通 越难沟通 人事人事啊 人福于事啊 人如果沟通不了 事就办不成 所以事情也办得一堂 所以这个时间 人也坏了 事也坏了 人事搭乱了 就事非公起了 到处都有诸读 所以就乱 每个家庭都有智慧 每个家庭都有人的问题 事的问题 每个团体 每个社会 每个大派 都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的大问题 而今天呢 我们一贯到 谈以心应心的问题 不需要言 不言不小 很贵 以心应心呢 就是以造心来应造心 之间的众生呢 是以人心来斗人心的 人心是很危险的啊 人心是很危险 人心唯唯 他忽善忽 忽好忽安 他忽悲忽悲忽 所以人心很危险 他是走钢索啊 他永远都在摇摆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也有一颗人心啊 我们的人心是不是这样 动荡不安 所以说人心唯唯 道心唯一 但是幸好 我们还有一颗道心 每个人都有一颗道心 这个道心是很隐为的 很难察觉 所以要过过明师指点 把你本来行妙传 撿开你的良心跳 让你知道这就是道心 让它有鬼有险啊 让它险露出来 咸露你的良心跳 这凉花露 都唯有一些 他本来才看不到 所以我们把这个道心 咸露出来以后 咸露出来以后 咸露出来以后怎么做呢 唯精唯一呀 我们要怎么样以心应心呢 首先自己要能够经 专注 回经 先是专注下 专心的喝一杯茶 专心的做一件事 专心的经课 专心的讲话 专注成诚 用玄关去做事 专注了以后就依了 心就会定下来定义 一旦经意以后 你就可以以心应心 于是就可以直觉动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中到 做事会恰好 就像喝一杯茶 喝了出那个茶味出来 说一句话 说得到人心坎里去 甚至不用说话 自然可以深入人心 造心并造心 人心跟人心很难够 因为人心受到困难 每个人脑袋里面 人心里面都装了太多的知识 太多的欲望 太多的仇恨 太多的业障 道心是不会被污染 我们传道就传你这个 当你找到你的道心 他也有道心了 一切众生都有道心 而且道心是相通的 人心每个人都有一条 不只一条 每个人都有好多条件 复杂 每个人的人心都是一阵部队 当你碰到另外一阵部队 各个部队就打起来了 因为夫妻都是两个部队在打的 一下是贪心 一下是基督心 一下是怨恨的心 一下是彷徨的心 那都是部队的 然后就开始互相通 这是人心对人心的动作 但是今天我们要用道心来应造 我们一心为一 我们传道就用传心 众生都有道心 道心是相诸 当你回到你的道心的时候 就可以进入他的道心 抓到他的道心 呼唤他的良心 呼唤他的良心 他的良心跳出来以后 自然跟你产生一种默契 这个很重要 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建立默契 默默的契合 不道无他默契而已 修道没有别的绝窍 就是一个默契而已 想到这里会不会要站住一下 但这个原因就是后面想起来一遍 上个月后面去听一个演讲 西藏有个写一本书 叫西藏生死属的过程 叫做所甲很多情 然后国务纪念馆就演讲 然后两个风口 会不会已经很久没有坐在下面听人家演讲 我听了一个钟头就听不下去了 好爱困 我才发现了 人在听课 大概听到一个钟头以上 精神流不济 所以我现在想想同情你们了 已经听了一个半钟头 所以你们要睡的 睡一下 慢下感受 累的眼睛闭上休息一下 我很能提醒 无道无他默契而已 就道没有别的诀窍 没默契 人与天之间的默契 默默的契合不假也不够 不落眼全 也与道道 人与人之间的道契的交流 人性与人性之间的交流 然后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次呢 后绝到花衣服 南京东路一个道场讲座 有一位高讲者 他是在农民总医院当护理长的 他听完课以后下个礼拜 他带了一个 他的道姓道后觉得不够张开 不是道姓的 他的朋友 他在农总当护理长 他那边的父子 所以他是几次 二十几年的老婆结婚 那位父子呢 他没有结婚 学活的 现在呢年次到来 已经在农总干了二十五年的父子了 退休了 怎么要出家 又没结婚怎么要出家 他学活的 在佛教又二十几年了 很成亲 这个高响之呢 跟他是好朋友 了解这个女孩子呢 人很成亲 很不适合在出家过 团体生活 很孤僻有成亲 所以就怕说他到 出家以后 会不会造成他一些精神的问题 他们学医的人就很重要 就是说 要度他成全 他也成全不起来 他在佛教那么多年 所以听说后绝是佛教徒出生的 带来给后绝同学 后绝心想 真的没有关系 佛教徒这个后绝最有话说 因为我是佛教徒出生的 什么经典我都读过 你要说净土中 禅宗 禅宗 这个后绝都修过 天才始观 禅禅入定 这个后绝都做过 各种的禅姬佛妻 这些后绝通都没有去做 所以没关系 你带来 我好好给他谈一谈 有再来以后 再到佛堂坐下来以后 他一开口有什么话 哎呀我以前有一个师傅有天眼中 什么通什么通 你讲这个 还有一个师傅有他心通 什么通什么通 还有一个师傅有宿命通 知道过去的因果 糟糕了 我什么经典都通 就是没有神通 你讲神通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什么办法呢 没有交集嘛 你讲经典他也不重识 他觉得讲有什么用 你要献神通 才表示你有神通 有的人有这种观念 那时候我觉得没有办法 只好以心运心 交出未经典一朝以心运心的办法 你的心先作为神观定一样 然后呢 看着他的全观 故意你不要看他的眼睛 看他的全观 你眼睛看他的眼睛 他以为你爱上他 你妈妈 看他的全观 但也不要一直盯着 看一看可以再做回来 再做回来 或者说在往下移到前 再往上看 就是同事面发风 一直仇上他的全观 这叫以心运心的 因为他的心也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做中国体 这个医学家已经研究到了 最近有一本书很流行 叫EQ EQ啊 现在人家很重是IQ啊 IQ是智商啊 EQ是情绪商 比如说这个人 情绪可以调整得很好 所以人缘很好 EQ高的人会成功 IQ高的人不见得会成功 EQ高的人一定成功 而EQ的关键就在这里 中国体 叫性能 所以用这个来说 所以后绝就这样 然后听他讲话 就硬核 讲得不错 对不对 师父很有精神 他讲了一个多里 一个多钟头 突然间不讲 然后很感动很多 他本来叫后绝郭居士啊 很感动很多 郭老师 你一定有神通 我说我没有神通 他说我知道 真正有神通的人 都自称没有神通 他一定要说你有神通 这个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当你心应心的时候 跟他之间产生默契了 所以他内心深处 前一世里面 他已经认同你这个人 当他认同你 当他喜欢你的时候呢 他自然就会把他心目中 认为最好的形象 加上你身上来 对不对 就像乌鸦 最爱他的女 最爱他的儿子啊 他会觉得 身体里面最漂亮的鸟 就是乌鸦 对不对 我明明没有神通 他又觉得我应该有神通 会产生默契 所以这个默契一旦发生 所以婴儿为什么父母亲 会那么爱他 因为他容易 因为他守护本性 所以他很容易碰触到 这个母亲 尤其母亲是刚刚接触到 母亲的那种良心 是吧 他自然产生那种默契 他会把最美好的东西 都加到他身上 他说我不懂 你的神通啊 都是显在外面 你暗中在用神通 开我的智慧 我没有啊 大哥你不要客气 这个高小姐最了解我 我这个人呢 说话有点口气 结结巴巴的 头脑纹屯不清啊 讲话从来讲不清楚 今天我在这边 讲一个多钟头 我口才变得很好 头脑很有理 这证明你用最高明的神通 在开我的智慧 我想这个是很单纯的 因为别人 不会有机会 让他讲一个多钟头 我才有那个耐性而已 因为他讲了一个多钟头 当然越讲越流利 这必然如此 但是他就认为会不会用神通 多多开他的鼓 他讲得很兴奋很高兴 突然间一口气顺不过来啊 一口弹很大 一直在咳这个弹 高高啊 那个高手爷在帮他拍 拍了四五分钟还没拍出来 那这样子 我想啊 这种人不那么迷信正通 在一段六个国堂里 有谈这样出不出来 会不会怀疑说 这个国堂里面有什么幽默鬼怪啊 把它耍住 是耍夕还是杀夕 撒 撒 我讲说他迷信人 应该就耍夕了 那不是全功尽其的吗 正在担心的 可是他没有谈到出来 吹出来以后他就喘口气 然后拿一杯茶起来喝口茶 顺顺气 我也多一口 技术下来以后呢 然后就说 郭老师你真是神风广大 这什么回事 这都自己都觉得好笑 他说啊 你用神风 把我的业障 逼成一块痰 把这块痰吐出来 我应该常常都吐出来 真的是太荒谬了 又开智慧又消灭 这都是他自己的讲话 为什么 以心定心 我们这个道具有这个能耐 因为你找到你的本心了 你可以用你的本心去定他的心 所以我们道心呢 道就是这样办出来的 让我们倒注意 我们早期这些道心 我妈上我地上在传道 哪还懂得讲道理啊 对不对 都是用自己的成心啊 分开他那种天真无邪的眼睛去看着你的眼睛 你躲一条后 哈哈哈 然后去拜拜后 这一下子碰到他的心里 就是用这招啊 一心硬心啊 你会讲什么道理 现在我们都很会讲道理啊 一个都是物章 所以反而起义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种以心硬心的那种力量 穿透心理啊 所以说 身无彩凤 用双飞一眼 心有灵气一眼睛 我们没有像彩凤有双飞的丝绑 可以一飞冲天的本领 但是心有灵气一眼睛 就心有灵气这一点就可以冲天侧天 所以我们修行很简单 用你的心来应敬 用你的觉来当你的老师 我们传道会不会吧 那些大花子 这些大花子 很悠有的存在 然后所有的跟间接上的毛病 哎呦 你难可以花掉 你要相信 不要理想 信 真正有一分的信 真的有一分的感觉 尤其我们在这个岛 看待活动 就是岛朝 当天要用你 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 我们讲不思议解脱 以前释迦摩尼佛注释 只有佛出世才有没有 以前后学看佛尼佛 说释迦摩尼佛注释的时候 他的座下有两位罗汉 一个罗汉呢 无目能死 没有眼睛但是看得到 一个罗汉呢 无耳能听 他没有耳朵 那耳朵破掉 他是龙子 但是他听得到 不是龙子后来 耳朵长出来 就是龙子 眼睛瞎了就是瞎了 但是他看得到 这个后学想说 这个事不可思议 看过去就算了 也不敢相信在这个圣经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今天呢 后学真正经验看到我们道场里面的道经 因为弥勒应运 主持出世 真正无目能死 无耳能听 你后学经验看到 在星义族一位道经 信孔叫做洪怀轩 他在20岁那年呢 20岁那年的时候 在途成功大学二年级 成功大学二年级啊 他很成亲啊 从小就是胎里一度 就是道亲嘛 然后船师载他的 骑机车载他自己半道 他是二十几年 二十年前的自己 结果在路上的车祸 车祸由他大脑这样 整个裂开来 增硬水 后来好了 好了以后呢 两个耳膜全部破掉了 根本没有耳膜就破掉了 所以失踪他都听不到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听不到 后来突然间他听到了 他现在在美国 后面跟他打唐头一见话 他照样听来听 他耳力很好啊 比我还好 他在美国生病啊 陈医生在美国生病啊 到医院去检查 他说美国的医生大吃一惊啊 他检查他的耳朵啊 没有耳膜 他说你没有耳膜 你用什么惊啊 美国的医生问他 他说我用这个 他说觉得生病都同情关系 有个人说不可能的事情 在医学上 这都不可能的 所以说 定了基督教说的一句话 在人是不可能的 在神是全能的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他因为成心半道 把心半道 所以无耳能听 经常有各种声音 那真的是医学家检验他 确定是应该是听不到 但是他听得到 所以他说声音都同情关系来 我说那你听电话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听的 对 他说不是啊 对 他说感觉声音都从这边听来 对 这是因为他用到很多 对 这是不可能的 是一道用 一个人成绩到这个程度 这个侯怀疑很有意思 他清秋没有结婚 空到 我们举他的例子来 跟我们修行一个坛 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呢 建国领坛 说要他宁愿突破开放 说他是人才 他说好啊 可是我父母亲还在 他的公平归通以后呢 诶 人机成熟了 他就到美国去 他也没有钱啊 到美国去都官方了 官方是不能久留的 他在那边租房子 做这个小货场 没多久他就要回来 那个到一直 四五年一直半步起来 他一直求上千持贝呀 说让他有机会能够得到绿卡 然后在那边可以长期设法 长期办到 那他有经历的问题 有不能退留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在那里 结果怎么样呢 去年的时候 他身体检查得到乳癌 这个乳癌是初期的 他算是发现得到 他去切除一口护发 护发以后他做第二次手术 割掉三十几个零八年 护发完以后又护发 三次护发 无可救药 因为放弃了 在美国 所以我打电话给后绝 后绝告诉他说 你在佛前招大滑枪 然后立愿 然后梦娘吃飞 今天我过来一天得了什么病 我是立愿来到美国来开放的 如果上街觉得我这个工具 还可以用的话就救我 要不然就找点好多东西 不要那么多 这个愿地的以后 整体都好 很奇妙的姻缘啊 他因为生了这个病 所以说呢 他就可以在美国申请什么 长期拘留乃治病 所以他得到绿卡 他绿卡这样得到 而且呢 得到各种的医疗辅助 社会救济 生活不予匯华 不说啊 美国有这种义工啊 专门为这个 重病的人服务的 所以专门来帮他打扫房子 他连房子都不用打扫 每天有人负责来帮他打扫 他只要出去办到就好了 生活不予匯华 这个道歉真是很了不起的 这个道歉真是很了不起的 以后觉得打扫房子 41岁 扫房子 直得近 以后也看到他的素男性 他这个 比如说 在明天要办到 他们办到都要请那些美国人 美国人很重视这个人 请他到家里来 要请他吃东西啊等等 他要买一些东西给他吃 他就会说 老母娘 你看到了啊 明天我要办到 今天给我带着六块钱 怎么办呢 诶 人家给我道歉了 鼓动打电话来说 诶 我怎么做梦见你没有钱啊 我怎么还给你送钱过来 所以说 这个我们今天在办事啊 不是我们自己在办 先追地感啊 多到先活围绕你啊 在那边办事啊 所以不要害怕 得呼呼必有必 这个红环一根就是个例子 在讲一个无目能吃那坑金人 没有眼睛看得到的例子 后学道场啊 以前观考的时候 在大路上 在大路上 山东激南 我们是激南天一潭的道庆 激南天一潭那个时候呢 一位沙老贤人领军 院长大人啊 林涵 就跟那个沙老贤人讲说 到你长期休息的时候 你回去准备准备 他可能会被降低 然后其他的人呢 就一一交代 结果我们那边 有一位沙老贤人啊 就昆道 我们叫他沙奶奶 他就站出来 我替老贤人 这个院长大人想说 你替他 谁替你啊 你更麻烦 结果 结果那次啊 抓了六个 六个人都枪毙 那这个沙奶奶呢 她还是县党的屋人 黑五六道基点 又是一贯道的检传师 沙老贤人 这个张检传师呢 她就 她又被关起来了 然后那个东宫要沙汉沙拉 他都不为他 不讲话 好几天不讲话 我不是东宫 终于他讲话了 一看一看 有这两个 两句话 有我没有你 有你没有我 人家有莫乃及 结果他不该死的人 真的院长大人说了没错 不该死的人 就不会死 他劳改三十五年 身体还是很健壮 就到第三十五年的时候呢 眼睛突然间瞎掉了 在老改营里边呢 医院检查确定是瞎了 眼睛功能失去了 瞎掉了 瞎掉以后就被放出来 炮出来以后 我们这边道歉 就动用关系 把他接到台湾来 接到台湾来以后呢 过了一阵子啊 哎 眼睛又看到了 去检查眼睛是瞎的 但是他看得到 连后面写的书 他都会看 所以你讲话 看起来眼睛就是这样的盲 就跟虾子一样 白白的那样 可是他连书 每一个字都看得到 不用戴眼睛 那也真是用瞬间在看 无目能事啊 这个是后面亲眼见到的 就到前面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道场是什么 不可思议啊 这真的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菩萨不适宜解脱境界啊 说菩萨都是安住在 不适宜解脱境界的 我们今天要告一遍 不要忘识回忆 认清楚你今天这个道 有多殊胜 多了不起 那是唯一拯救这个 时代的一个清流啊 人类未来的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 就在灵溪 就在回光返道 就在以诀为词 以心应激 就在什么 大而化之的 不思议解脱中处 基础组有一位道姓 叫做李摩佛 那个人是电脑工程师啊 不是我们这边的基础 基础线店 还有一个电脑工程 这位维信那些鬼神啊 有一次呢 他的家里面他妈妈要开除他 把刀轻拆开 家里面就有你的炉子嘛 叫他留下来 官礼 他就站在那边门口 来寄屋 他家的葡萄很小 不是客厅 那是房间啊 一个小房间 他在主卧室把它改成那个 卧场 结果看着看着呢 卧生一点糟 过了没多久 有两个 他说他三月星道庆来情况很难 又高又快又丑的两个大将军 很高很快很丑 我们道庆就会说高大庄严威武 他说又高又快又丑 然后就站在两边 那正列元帅正列将军 卧生点高 正列元帅正列将军就进来 他就奇怪 这么两个这么高的人 站在那里 我一下天花板这么矮 他头会不会碰到天花板啊 所以他要看他到底长多高 就不看还好啊 一看那个头啊 一直往上长 天花板回见 这叫菩萨献武鞭身啊 他一下子 啊 瘦的 那些已经首旋 这是在看着 大概一尊很大 仔细看很无献 无献的高路 所以说献火显画都给那些不信的人看 信的不需要看 那不信的就要让你看 看到你就信 看到献火显画没什么了不起 哼 后来开始要办到 请谈你 请谈以后呢 就说有一个红脸的大将军都过来 走过他身边啊 哇好热好热 还回头灯他一眼 那个是官法律 官帝君 在左边站 坐在那个太子里 然后存疆五十年 他在太子里 哇纤果好多啊 他想我们家这么小 这么多纤果进来排班 怎么装得下啊 这么一想 他一看 哇 搬家的墙壁啊 这花板都不见了 全部不见了 哇 每天看出去 层层蜜蜜蜜的 通通纤果不大 那真的一佛祝福全佛祝到 一点都不讲 天兵天降 全不造成 一个小小的墨塘 一个小小的花团啊 狮子 伯托不盈余力啊 狮子 他在抓 抓一只兔子 和抓一只老虎啊 跟我们力气是一样多的 有样子一样子 今天仙佛搬这场大师啊 你就算是很小的一个墨塘 他一样是全力足迹 全力足迹 所以不要说你有大小部分啊 没少花团 花团没有大小 都一样大 都是无限大 所以那些墙壁啊 什么都不见 还吓傻 在那里面 目的可怜 全都挖的 怕得不得了 然后最后激功老师不见 激功老师呢 穿得很邋遢 可是呢 他里面有一种干净 什么干净呢 他形容得很好的 这次分子就很会形容干净 他到他眼睛看到 那个激功老师的衣服啊 穿着啊 觉得自己好像从眼睛开始整个身体都会洗干净的感觉 这个是外面啊 人身体里面都洗干净 很清净的感觉 然后激功老师就站在那个 铁钓尸点到的位置 然后他那个铁钓尸啊 一位李铁钓尸 带他来 带他来后面有莫唐将这个现状 他这个铁钓尸就说 那我呢 我站在哪里面 那个李波红龙 对啊 我没看到你啊 哈哈哈 他铁钓尸不知道我哪里去 对啊 那时候铁钓尸点到根本的激功老师来做 只是借我们的手指头位 铁钓尸不知道其他哪里去 哎呀 对啊 那些排班人怎么都不见了 都变成什么郑建员 郑建将军了 这一场大事根本是上天来办 我们人呢 只是在祝道 哇 哇 那整个脸道前完以后 他信心啊 整个都建立起来 从此以后就变成 哎 非常坚诚的道歉 所以我们不要 不要小看这件事啊 这是一大事因人啊 我以一大事因人 普通见世界啊 我们能够参与这一大事因人啊 这是我们多么大的 我们要组合善根佛业 我们在这一大事因人之中 要做一个标准的道歉 做一个真正修持很好的道歉 怎么做呢 第一点 您是一只超生了子 你一定要相信 你信的以后你就无所谓 要你相信的是什么 相信的是太阳从冬天出来 这样子的事实 要你相信的是什么 要你相信的是 那个灯啊 开关按下就会开 很简单的事实 啊 那个水呢 喝了可以解渴 要你相信的 不是一个虚无表面的事情 名字一直超纯凉死 是一个已经夸张的事实 必须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证明 不管什么证明 你不信都没有用 你一旦相信以后 太难不及 你的心呢 太难大大 然后第二步呢 你开始借进道歉 借进这套跨反 跟仙佛同在 跟所有的佛菩萨同在 得不不必有必 大到跨上 你身上的叶障吸气 自然被洗得干干净 像那个李波同眼 他看到西宫老师 从眼睛开始干净到身体里面 所有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不用看到 我们接近佛塔开始洗干 mal 不觉在道场中心里有这么多点 看到很多人 进来众 全身的误会 접起 3年 2年 5年以後乾乾淨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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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 第三個階段你不如維持 你不能光接近佛堂而已 你還要把這個道拿 用來指揮你的生命 六神從此不待無語 六神由無 時常激性至你 回歸你的本性 回歸你的天命 天命之畏性 注視天之明明 在大學裡面講要恢復這個天命 這就是大學之道在你明明的功夫 要回歸啊 要回歸來看你的天命 看你的本性 然後再從本性出發 以心 引心 用你的造心 去印天心 印人心 心感化眾多 或是叫你整天看著人家神觀神話 都會闖得很神經的 你還是說話 六根還是要動 這時候呢 六根變成六神 因為我們出現 我們要知道啊 人有六根啊 還有原神啊 六根是人命 六根是人命 原神啊 是全命 原神在這兒 所以我們本性能有說兩道行 你們啊 那是喉行啊 說那個人 眾主這邊抓一抓 抓喉神 那是原神啊 先命多一信 你要用原神來佳慾六根 六根呢 就是六臣 六個大 原神呢 就是君王 所以要面君朝聖 這叫唯光反照 這叫唯光反照 然後君臣合道 六神有主以後呢 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大腦 都可以幫助你去做 無路重蟲的事件 但是最重要的 主在這裡 如果六神無主的話呢 六根就變成六賊 六個賊 他只會倒罪而已 只會破壞自家保障 內賊通外賊 外邊的魔鬼 因為裡面有六個賊在裡面 六岡的找封我們 所以天下大腦 所以你找到主人了 找到君王了 念君朝聖 我們傳道者傳的主人 明知一指君王互衛 這個君王又互衛了 但是你要不要去念君朝聖 這很重要 你要時常回光反照 就要念君朝聖 以後看君王做功好了 就可以出來君臣合道 天下大聖 治理天下 無法無力 今天我們時間也到了 我們講這個一貫道的 一貫法門的修辭 這個 到現在這邊呢 到一貫路 那麼中間如果有一些 深知不及啊 天道錯亂的地方 希望我們多月前前原諒 我們先活持非聖 對